跟着轻轻转就有好鱼看 大家好 轻轻来了 四月份一场鱼病 我这盆里面的金鱼几乎团灭 这条养了两年的虎头 已经经历过几次鱼病传染了 果然是酒精沙场 非常皮实 竟然奇迹般的康复了 只是烂掉的尾巴还残缺了一块 三年的大红猫也是老当义壮 熬死了一匹小自备金鱼 也从这次肚结中幸存下来 柳絮飘 鱼病来 难道真是鱼一吃柳絮就得病 我痛定思痛 决定远复70公里外 去咨询鱼大夫张老师 来 带大家看看这位开大奔的美女姐姐 这就是咱们各个群的彩虹糖群馆和团长了 当初为了鱼友们 把这位小姐姐请过来可不容易 那绝对是你们清清姐的脸足够大 今天我来到的是咱们的毒王张老师这里 为什么叫毒王呢 因为张老师比较擅长治鱼病 好多医友给他起了这么一个外号 那我好多关于养鱼的知识 还有关于养鱼的 官场鱼的疾病 都是从张老师这里学习到的 今天我来的这个地方呢 是他的一个相当于这个小的工作室或者工作间吧 张老师正在用显微镜给鱼做镜检 这两条小金鱼就是样品了 他们见会面对怎样的厄运呢 只见张老师抓起一条鱼 刮了刮身上的粘液 这是要观察金鱼体表的细菌和寄生虫情况 我们这儿刚刚松了一口气 没想到张老师突然手起刀落 咔嚓一下就剪掉了小金鱼的头 并且取出了鱼鳃来进行检查 然后又给小金鱼开膛破肚 取出了肠道 用来检查体内寄生虫和细菌的情况 把咱们平时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彩虹小姐姐 看得是一阵恶心 不过这场面对于图鱼高手的我来说不算什么 让我来亲自上阵 看看这显微镜下到底有何玄机 看看这里面就是显微镜下的鱼鳃了 然后我们跟着张老师参观了一下 他这里现有的观赏鱼 这叫什么叫金花是什么的 这就是红蕴当头 红蕴当头 这是埃及 您这还有埃及 这都是好东西 这个埃及 这属于 鱼鳃这么大 是 在鱼店里面都是那小不点的 鱼鳃这么大 您这这么多好东西呢 盖子 盖子 我老分不清盖子跟财神 这是盖子 这是盖子 这是鱼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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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盖子 这是野血的 这个红卡 哦 野血的红卡 野生的这个F1弹 这是篮草 对 这是篮草 刚才我拍了 这东西正前队太低了 正说着话 我竟然发现 张老师这儿有几缸 原泰F1的小鱼苗 这可是现在市场上稀缺的好东西 幸好今天带上咱们的彩虹糖美女 在我们美女小姐姐的一再要求下 张老师决定给我的粉丝们发一批太师鱼苗 那我这次来更关心的是 观赏鱼春季疾病的问题 也希望张老师给我们好好的讲解一下 我就挺奇怪的 就是您像您做这个 治疗这观赏鱼的疾病 您觉得哪种 哪个大分类吧 哪个种类的鱼最容易得病 您接触的案例最多 最容易得病的呀 相对来讲还是鲸鱼 还是鲸鱼 鲸鱼最多了 因为鲸鱼这东西 咱们都是从历史上的角度分析 比如咱们热带鱼一个品种 孔雀鱼 马力鱼 红剑鱼 这三种应该是最古老的鱼了 在热带鱼里面 它进入人们生活 不过就一百多年时间 经过有了悬育 也会怎么样的 也就一百多年时间 最早的时候 这几种鱼不怎么爱生病的 是跟这几年的 人们滥用药 为了提高产量 在池子里面 大量的破抗氧素之后 然后它们的免疫力 和什么都下降了 这时候它们才爱生病的 起初的时候 我记得我小时候 过冬的时候 那个瓶子 然后隔火里揣着 这一冬就能过去 但是现在就不行了 就做不到了 为什么金鱼爱生病呢 是金鱼人工选育的年头太长了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 佛教的进入之后 然后就在放生池里 它出现了红色的鲫鱼 这个金鱼在宋朝的时候 就是相对来讲达到一个顶峰吧 那个时候很多的品种 都已经出来了 比如说文种鱼 龙种鱼 那个时候都有了 那么从那个时候掐算 到现在的话 从宋朝开始 别说魏晋南北朝 从宋朝到现在的话 这有一千多年历史 那么这个基因延续到现在的话 它的抗病力和野性 基本上是没有的 它保证是优良的品种 血缘很近的这么一个关系 是吧 导致它这个抗病力是很差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金鱼爱生病的一个主要因素 是它把这个野生的东西都丢了 免疫力 很多免疫力的东西也丢了 但是它每年春秋季节的 它甩子 这个自然繁殖 这个没丢 但是每到这个季节 它甩子的季节 它的免疫力就会下降 是 好多养鱼高手 就是所谓的高手 养龙鱼 养鱼 养南美系的一些野采 埃及所谓的一些高端鱼 都成功了 没有失败 在金鱼身上全部栽跟头 全部栽跟头 为什么呀 因为你把水调得再好 它到季节 它也生病 因为它春秋季节是它的繁殖季节 这繁殖季节它肯定会生病的 肯定会生病的 是是 我的鱼最近也是闹毛病了 春季的时候 也损失惨重 咱们明朝的时候 我那里有一本书 是清朝和明朝的这个古人写的 他写的这个观点是什么呢 每当到春天的时候 杨树花开的时候 杨树花那个栩掉到咱们池子里的时候 鱼把它吃了就生病 其实古人不理解 他认为是吃了杨树花之后生病 其实不是的 他不是吃了杨树花生病 甚至他到了这个季节就要生病了 这个季节正好是他的繁殖季节 他只要是繁殖免疫力就会下降 下降了就生病 它是一个连锁反应 我觉得这古人也挺有智慧 因为好像就是您说的 就是前两天 就是漂那个柳絮的时候 我们家鱼生他病 这个季节只要一跳过去 你到了夏天 这疾病就少了 温度完全上来了 疾病就少了 还有一个是温度完全降下去了 疾病也少了 就是春秋季节 它季节转换 温差大 就会出现这个情况 还真是的 张老师跟您一聊 收获颇多 行行谢谢您张老师 对了我们鱼友要是有一些 就是养鱼的疾病的问题 什么的 我的粉丝那边的 还请您多多帮助 没问题 您肯定帮我 好的 那好了 今天在张老师这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今天的视频内容有帮助到大家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养育知识 了解水族行业的话 可以关注我的视频 如果想和我联系的话 可以给我发私信 那感谢大家观看了 再见 再见